我上的第一堂課是 我剛上來台北的第一年 那時候會來上課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才是我男朋友的Raisley 拉著我來上課 因為其實那時候剛從高雄上來台北找工作其實是不順利的 那其實人在不順利的狀況下手 然後你又把自己關在家 你其實是會一直想很多 不然他這個方法是簡單你又易懂的 譬如說他就是說你就是拿一張白紙出來 那我們常常就會聽到人家對你說你很適合做什麼 你很適合做什麼 或者是我覺得你這樣不好你這樣不好 可是不然那個方式是說你其實人家 你聽到人家話講你什麼 還有你自己覺得你什麼OK的 你如果把它寫下來然後分析 你線條畫一畫 其實你大概就知道你的天賦是什麼 你可能非常適合那一個方面的東西 算是一種資料整理的概念 在大學的時候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 那時候就是外科考試啊 上課系我就去上 那我大師的時候是想說我到底要去上 要畢業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做什麼 我如果在大學的時候接觸到這門課 就會突然間覺得 我可以去找我更有興趣的科系去旁聽 或者是去修這門課 不是不一定是這個整個科系 可能有一些通通上的 或者是事情的處理上的 就可能去多寫那門的課這樣子 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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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